老杨到处说特别节目 百年巨变 对话陈平 陈平兄 我们也就不要太多的开场白了 2008年前后 你写过一本巨著 就是你60岁的 暴露你年龄年 2008年 还没到 那本书叫 《掠夺和透支的世界》 这对08年世界经济危机 文明转型和中国历史改典 你做了一个相当浩瀚的 一个全方位的阐述 我记得2016年的英文版出版 你写了一个英文的序言 那么我想 2016年到现在 也89年过去了 快十年 就是你在英文版那些的 对整个世界的勾勒 对中国前景的勾勒 我们给我们的观众做个简单的回顾 我们来对照一下当下 你当时的判断和你的结论 有没有出路或者有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啊 我很多熟悉的人 或者不熟悉的人 见到我 凡是看过我这本书的人 但多数呢 就是看过我写的那篇序言 对 英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都说 哇 这个你说得很准啊 对现在的这个 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 不仅经济形势 就社会形势的 这些演变和发展 以及实践的这个趋势 是我说得非常准 我听到以后呢 心里很不适合滋味 这不是个滋味 是两种情绪 一种情绪呢 因为我这十几年来啊 说实在的这个 因为我说了我书上这些话 因为我接受了很多采访 也因为我断断续续也写过一些短文 就基本上表达的呢 都是我这个那个书上 或者更准确的说 那个序言基本上把那个 我的主要的观点都表达了 我认为是我是说了真话 但是呢 因此遭受了叫人情冷落 尽管我朋友很多 但是呢 好像敢和我坐深一点 不多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你讲真话吗 因为讲真话 OK 讲真话不跟你做生意 是不是有某种政治力 在做一些牵引 我这么说吧 这个这十几年啊 或者这二十年 实际上面这个 因为高速经济成长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一个不笨的商人 只要能够迎合着这个权贵 不发财 那都怪了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你说你讲真话 一种程度上他觉得 哇 这个得罪了 权贵了 这个权贵不仅是中国大陆权贵 他是全世界的权贵 又靠权贵发财嘛 就像现在汇索一大堆啊 然后的话呢 人们一开始这个茶余饭后 所聊天的都是我认识谁 我认识谁 要摆出自己这个一副 恨不得天下权贵见识朋友的 显摆 显摆 但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是因为 只要靠近权贵就有利嘛 那为什么我说真话 现在可能天内下着一头雾水 你说话怎么回事就 就是这个得罪权贵呢 因为这几十年的发展 是一种我称之为这个 透支的 透支的发展 是一种掠夺性的发展 那掠夺和透支嘛 第一肯定不公平的 第二呢 透支谁的 透支后代的 而这几十年 权贵全世界权贵们的 除了那些真的这个 靠科技进步 靠这个创新发展的 绝大部分走传统产业发展的 基本上都是个掠夺和透支的模式 当然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 意识到自己干的掠夺和透支 好 这个说到这一点就我 说真话怎么就成了对权贵 世界权贵们的批判了呢 世界 你还说是世界 不仅是中国 对 都是一样 都一样 这一点就是说 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用掠夺和透支的世界 你结合自己个人的一个 亲身的感受情理 对整个世界和中国做了一个透视 因为讲了真话 坦白讲讲真话是 知识分子的使命 或者多数 或者部分 你既从商又要讲真话 不觉得在一个权力寻租 无所不在的世界 你会有点寸步难行吗 这就是我这个身份角色有保证点 你说我知识分子吧 曾经是知识分子 但是我这个知识分子呢 又和这个一种标准的传统定义 知识分子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给我分析一下 我们的知识分子呢 这个只有中国文化的社会所特有的 那天我们吃饭你说了 你是这个邪者子的 邪者 可是呢 真的这是中国文化社会所特有的 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写识识的 你比如说呢 这个说到一些曾经的幕后英雄的事 你比如说我八十年代初 我就写了深圳特区考察报告 现在我想说深圳特区考察报告 全球无人不知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 鬼知道当时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写的呢 但那就是我的职业 我想全世界都知道八十年代中国从沿海到内地 一种这个全局性的有序的一种开放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 又是我这个小伙子写 我当时很多了 但是你说这算知识分子吗 我说跟知识分子 跟传统的标准的知识分子定义 它在什么地方不同呢 我现在总结下来 知识分子是追求正理为己任 对吧 所谓正理嘛 就是在追求事物的本源 本源是什么 对吧 但是我们这些人呢 他不是以追求事物的本源 他追求的是一个江山社稷 本质性的区别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在慢慢的总结 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其实把现代社会 西方对知识分子定义和 传统士代夫或者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定义 做了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区别 对 混淆一谈自己又很痛苦 对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怎么样推动江山社稷 像一个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去发展 对 我是说我们心目当中 没有说这就一定正确 对吧 这是我们心目当中 这个家国情怀 其实已经有一个很严格的限定 是江山社稷 对 是为江山热气服务的 而不是为百姓大众 和事实真相和认识本源追求的 对 应该这么说吧 OK 网友快去世了 什么都能坦白论 不是坦白 我想这个时候到这个岁数 我们都有一个自省反省和回顾总结的问题 我们把话题楼到你的英文版的总结 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善忘了 能不能跟大家重复一下你当时在2016年 对这个世界和中国的一些观察的结论 我当时呢 我这样子 对世界 我认为世界不可持续 在这么一种 世界不怎么 世界的政治经济 制度和文化 它走上了一个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发展 世界一定会面向这个一定是混乱 也就是所谓大变局 对啊 这个大变局这个现在实际上证明它正在这个大漠 我栩栩拉开了 是吧 当时呢 那正是 十年前嘛 正是中国大陆社会如日中天 我呢 不是台局 这个也不是好歹 一再地说呢 我从2008年奥运会 当天晚上 我那时候住在亚运村嘛 我们家在这个亚运村那个最高的那个公寓 最顶上三层都是这个我住在那里面是吧 你知道我对那个 奥运那个烟花的表演啊 就是这个张一波搞的那个年号表演啊 看得非常清楚 OK 这个可能你在我的许言上看到了 我看他的东西呢 这个不仅不高兴 反而呢流泪了 嗯 不是激动的泪水 是赶上 赶上 赶上 什么赶上呢 我认为 中国社会 由胜而衰的开始 哦 可能很多看过我这本书 对我这句话非常的 这个记忆很清楚 因为当时 2008年奥运会 那个时候 我怎么能说出来是由胜而衰呢 嗯 嗯 当然了 我还是尽我之所能的 向这个中国社会避免这种忧胜而衰 所以我才会呢 从一个阳光卫视的董事长 也就是老板吧 怎么会跳到了墨前 从那个主持人主讲人去 嗯 我也是一时不能理解你这个举动 那就是我不想中国社会由胜而衰 啊 那么 不由胜而衰 能怎么办呢 我当然提出来 唯一的 一条道路 就是 这个 由 当时的 执政党 也就是中共团党 主动的进行 还权于民的政治体制改革 还权于民 嗯 我当时我就说了几句话吧 我说还权于民 也是还财于民 还钱于民 那么只有还权于民 改变了中国社会的 这种资源财富的 这个分配结构 中国社会也在有可能 从一个过去的 出放型的 掠夺透支型的一个社会 这个转向创新型的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社会 那时候我看到了 这个 我们红利已经耗尽 人口红利 三大红利 三大红利 红利已经耗尽 就在掠夺透支的模式下已经耗尽了 同时呢 这个分配 这个分配 我还不是一个盯住这种 这个贫富差距的不平等的分配 而是官民的分配极其地扭曲 就是官啊 占的比例太大了 官占的比例太大 通俗地来说就是一个公司 这公司啊 全是管理人员 全是管老爷 或者说百分之 这个七十以上的分配 都是自己管老爷 都是公司自己管 公司的管 你看这公司还能够活了下去吗 所以必须改变这种 这个官民分配的比例 当然来讲了 要改变官民分配的结构 分配的比例 一定是 就要限制官的这个权力 因为吧 官有权 不去追权着力 那就不符合人性 也不符合官性 自上而下的权力寻衷 至今仍然还在猖獗的发展 跟这个有关 不这是人性 对 你放在那个位置 他有权 你说这个权力不受制约 他不去追求利益 不去追求这个世俗的 我们说这个钱色 那才叫怪了 那才叫不正常 社会是由正常人组成的 对 官员也是由正常人组成的 正常人你让他不以这个 这个权钱色为 这个一种冲动的目标 那这个很不正常 所以要改变官民的分配比例 包括资源占有的比例 那么一定要改变这个官或者是权 不受制约的 不受制约的 或者说只会受到历史规律的制约 而不会受到这种现实的社会里面的结构性的制约 历史规律制约最后你就混不下去 对吧 就像现在 哇这个 好像人们都觉得大便局要到了 这本事上也是 官不受一个机构限制 你就会受历史规律的限制 对 这句话很重点 2016年的英文版的试言好像有 谈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当时我的这个事件也是在看法 我不仅是说中国大陆 我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不是一个一般的周期性的金融危机 它是整个世界这么一种 为消费而消费 你还懂不懂说 我们要创造需求 创造消费 到现在还这样 到最近开完的会也是要创造需求 你说这需求要创造下去 那么你人生的目的 社会的目的是什么 社会的目的 到底我们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创造需求 创造消费 所以说这就是创造资本追逐的条件 这点上我对马克思主义 说实在我不是全盘覆的 这个他对资本的批判呢 有一定道理 当然只不过是他的解决方案错了 解决方案错了 就回过头来说 208年为什么我会 这个得出一个 非常绝望的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大陆社会 中国大陆社会 我眼看着他有声而碎 这个当时他心里是很痛苦的 这个当时他心里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才会看着 奥运的那个烟花 不是兴奋的流泪 而是悲伤的流泪 因为为什么悲伤呢 中国不疑 中国从这个180年以来吧 中国一直就是要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救亡图层 很强烈的一种 民主化的种族的 一种深层和发展的危险 对 面对着整个西方文明的强势 很重很重的危险 那么这样的一百多年 中国真的很幸福 牺牲也非常巨大 所追求的就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面 我现在会觉得 要缺少原则的 救亡图层 缺少原则 对 因为我们探究一下 缺少原则 我想借这个机会 你认为缺少一些什么原则 就是 是谁的救亡图层 救亡图层为了什么 是帝王的呢 江山设计的 是这个秦制的呢 对 是秦朝体制的 封建朝代的 是秦制的救亡图层 还是 这个基于 一个 种族 或者叫民族 叫 武族 武族 共存 武族共存 这个叫中华民族的 救亡图层 嗯 嗯 那么是 人人平等 人们胜而平等的 救亡图层 还是 党 国的 救亡图层 这个就有高度了 嗯 实际上我说的党国 不完全对的是说 中共 最初提出党国的 神冬赛 对 对 啊 出这个意义上 神冬赛 是陷害革命的 偉大领导人 可情人羞 啊 又是 中国社会 向群制 向现代 群制 伏笔的 始终有种 同意 而且这后面主要是 苏俄的 整个指导路线的 趋势 不但也迎合了 这个 孙冬赛本身 认识复杂的嘛 对对 他本身在 这个 基因里面 嗯 毕竟 流淌了 2000年 群制的 这种文化基因 这种做人的 文化基因嘛 那么从这个来讲 包括 对于 啊 神圣的 百发革命 你要让我讲心里话 我也觉得 应该 带领 批判的 啊 百发什么呀 又是 对局有个大一统 谁统谁 嗯 国家统一 就是 只有一个 党国领袖 叫国家统一嘛 不是一个党国领袖 就不叫国家统一嘛 你能说今天的美国 不是一个 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 但当时的话 就是把 这个 救亡图层 国家统一 和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一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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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 一个里面呢 归根 到底 实实在在的是一个领袖 只不过这个领袖 没办法说 一个皇帝 只是换了一个名号而已 我要补充你这个细节 国民革命军 北伐美 攻陷一个神 做的第一个动作是 废除当地的制议会 建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颠覆了 就是把 辛亥德国之后 北洋军方时期 好不容易成立一个议会制 连根拔除 建立了党国体制 这是你说的北伐 其实是中国走向共和意志 重大的历史倒退 现在的 这个 教科书呢 说整个华尔社会 还不完全说是中国党 都是把西太革命以后 做成了有复辟 和二次革命 实际上的 复辟啊 是当时的 斗争双方都在复辟 对 这个 为什么斗争双方都在复辟 革命局 在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 实际上它的当时的主流 也是一条复辟的 被一种 复辟的 高明 复辟的 思想 说 自觉不自觉 可以往前走 嗯 孙中山我们的复权 现在来讲 应该 并不是一个严格的 资产阶级的革命财 他是 他是 应该是不上 这个 会被偏提 但是我们这个结论可以 他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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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 这个 一种 相当 既有些 那也不算是农民 对吧 另外一个 红秀权 只是他可能 漂亮一点 他比红秀权 现代多 对对 没有人 我们把北华的话题 放在下面来聊 有些08年的 暗门神上 对中国的圣洁而衰的 大概在那个神州大地 像你这样料累的不多 恐怕只有你了 所以我 我最后陷入了这个 很孤独当中 这个孤独不仅是精神孤独 我这个 商场也孤独 因为我都靠 经商也孤独自己 还得撑下去 这个也孤独为死 我总想保持一个 既族历史的危机 但是你知道这个 从 商人们的自我审查 到全国人们的打压 物质审查 固定很行 实际上 我付了十年 产充代价 为了 某个家国前来 为了自己的先见之明 要付出这个代价 这个代价实际上是 现在回想起来 是比较大的 我听说有关方面 也对你采取了一个全方位封杀的一个计划 应该说这样的 我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企业公司 包括我女儿的故事 包括我女儿的故事 这个统统最后一 拖的不让你连结 就不给你连结 全部拖没了 那你说 我也没想到 会有这样一些耍赖的做法 也没想到把这个 二十来年的经商形成的各种资产 给放到根底下 或者是 转成这个 这个外汇 拉筹 都在公司 没想到 就都 就蒸发了 全蒸发了 你要说多少次 我都说不清楚 哎呀真是 我听说 内部有人传这个消息 针对陈平这个专案 还有一个命名 叫孤节计划 有这份吗 这个 这个是其中 那我从一个渠道听到的 这个 这个我们阳光卫视的总编的话 他和那时候在台上一些 也蛮熟的吧 为什么要铺接呢 就是铺接着 你没有一个媒体说话 那一开始想直接 一些工厂税务来查了 他们说我真的呢 下海二十年 我把一点伤势都没做 所以查了半天 我这家伙真感情 这里面整个话题 楼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讲 是为了自己的某些 动物观火 为了自己对这个国家 江山设计的那一点的 曾经以往的移序 为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和中国 未来发展的一个走向的担心 个人是付出的不可言议的 经济上的损失来讲 让自己负重前行十年 我为什么说十年呢 应该来讲这个封杀呢 人家封杀就能到 2017、18年就结束了 因为我知道 2017年 我可以回大陆 原来呢 我没有去尝试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2017年大概8月份吧 就结束了 而且往过来这些年来 从2018年 尤其是这几年来 好了 又是整个高度满足 生意伙伴又很多 为什么呢 人发现这个老头说对了 真给他输中了 这我想你也听到很多 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些 老板都嘴巴说的 我这个老头真说对了 真说中 关于陈平先生在 掠夺以透支世界的英文版的序言 我会有一个专门的节目 来介绍他详细内容 这话题我们 大家如果有关心的话 等我们那个节目 推出以后啊 在内容 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 回到了百年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中国领导人的世界媒体 大家都接受这个概念 平凡的建筑与报端 平凡的建筑与议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向何处去 世界向何处去 现在探讨问题 不会像当年杨小凯那样 马上就面与武器处行 面与死刑的威胁 这是每个中国人 每个海外华人 必须要去面对这个 因为中国向何处去 这不是一个党的江山设计的 万万年的问题 至少也不可能做到万万年 在整个这个风起 用的21世纪的前20年 已经快过去了 我们面对后面的 更多的惊涛骇浪 更多的极限示威的情况 我想我们把话题集中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这个聚焦点上 你对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思考 这个问题一定要敞开谈 有没有回乡证再说 有回乡证 不不不 你跟我不说吧 也要对上面正式的风产 2017年结束 而且呢 有官方人员 正式通知 对 半正式通知 是吧 因为世界的共产党 就是以苏联共产党 也就是布尔斯文克为代 当然来讲的 我更远点说 我说世界的 这个叫百年大变局 都跟着共产党有关 对对对 任何一个大的变局 都跟共产党有关 而且这个共产党呢 我是给它追溯到 这个第二国级 从第一国级到第二国级 我经常说 这个马克兹底里 分两条线路 这个搅动了世界 我用个中性的一个词言 一条呢是东线 一条是西线 东线呢 就是 从东到俄 然后走到中国 最极端的 就走到了杰伯寨 对 巅峰 巅峰 这叫做 这个 这个血腥的 暴力 这么一条线 还有一条线呢 就是社会民主的 搅动的期限呢 就整个西方社会 搞成了今天 已经人们对这个白左 要投入了 对 这个白左到的 你是男是女 是你自己说了算 走到这个程度 他把客观标准都没有 对 那就你是人不是人 也是你说了算 对不对 他本质的第一个给他 这点形成今天在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高等教育 机构里面 对 对 那么所以呢 你要说今天社会 全人类 说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也就是百年未有之的走不下去的这一步 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等于往上述 世界任何一个进间代史的任何重大转这个转变 都跟共产党有关 陈平先生把归纳为两个路线的发展 第一个是东线 东线就是通过这个 暴力革命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 古巴黎公事 俄罗斯的十月革命 然后呢 一直蔓延到东方 当时在第一次共产合作也是两个党同时在投资 然后最典型 最巅峰 最血腥的记录就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 OK 西线呢就知道了 就是除了北欧四国 社会民主党的这个一个 瑞典马克思主义学派 马克思主义瑞典学派 马克思的芝加哥学派 再加上越战之后的韵量 形成了今天西方世界影响他的意识形态的白左思团 OK继续 我称西线 西线 我称西线叫做这个 价值污染 价值污染 对对对 同意同意 东线呢 是血腥暴力 这个总结很有意思 血腥暴力 一个是价值污染 在人类普世家族观面前 和当然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的这一百年 这是两个主线 我想这是陈明先生 在这本书和这本书以后 对这个世界和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请继续 在实际上 在实际上 都是在 动听的 天国理想的 这个阐述之中 最终 都是行 个人利益 追逐之行 都是一样的 这个批判的非常深入 所有的宗教 一旦走到正教会 都成了这个东西 严格意义上上 东线的马克思族的实践 共产实践 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正教会 叫大公 有师 大公成了大师 对大公大师 大公成了大师 这个师可以换成一个权贵集团 一个利益集团 一个利益阶层 对 我回到说 我说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党 这个世界的共产党 源于西欧的共产党 包括到 博尔斯维克的苏联共产党 它还是一种呢 这个 带有很强的原教制局 就马克思族原教的宗教师 到了中国共产党 已经有加进了很强的一个 旧王图层 只不过我看出了 这个旧王图层到底是谁的旧王图层 或者说的都有 准确的讲都有 是比较杂质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追求的旧王图层也有 整个种族的旧王图层也有 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分九等的旧王图层也有 心理意识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旧王图层也有 就是大杂货 对大杂货 那这里面呢 就是东北乱敦了 对不对 那这里面又 又涌进了呢 中国斯大夫的旧王图层 中国斯大夫的旧王图层 对中国政府的影响上非常深 对 就一开始我都坦诚我们哪是什么知识文字 这个说的好些就是一个时代 一生的一经的追求也就是 上书房行走 上书房行走的时代 是 一生追求 有几片内餐被披射 高兴得不得了 到现在我没见过 但是人家到这个 浅江杭州啊 有一个 我们当时开这个不甘山会议啊 八十年不甘山会议 现在好像那里开会的地方 变成了一个 圣地 一个纪念环 纪念环这个墙上啊 据说它玻璃罩子 还罩着不甘山会议的这个 合情 去称呼 称呼 称呼 这个 我很有心啊 我的名字 我的论文 还对得上 那是被采纳的那种 我看到被采纳是两片 一片呢 这个中国 中国中间很多的这个 这个全会开放的 这个时隔四十多年 还有一点 递折子之后的喜业 斯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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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斯大夫 你不可否认 兄弟也有过这种经历 就像我说 孙中山 他不管你给他加上什么图鞋 他那个 既有斯大夫 又有这种 中国传统的这种 既往文化学业都有的 对 那么说到中国共产党呢 实际上他 更多的 他承担的是一种 你说的 东北乱顿的旧王屠城 你用东北乱顿这个 吃起来都有大茶子味 山沟里面走出的马特色主义 其实不是原调之主义 有中国特色 这几个还是盖过的不错 那么这样子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共产党是难为难 是 一个嘛 你看看老照片 民国的照片 你就看到民国的中国人 一个照片看 这么灭黄棘兽 面露土生 然后身形矮小 按照现在年轻人说 一副猥琐之下 那现在呢 对不对 现在的中国人 这个 皮肤为什么也变白了 身形也被高大 骨骼也被粗壮 尤其这次我到 我们上回在美国回家呆了一个地方 我上身客人 我就看到我那两个外甥 然后我还十三岁 长得比我还高 那是美国人 那不是中国人 哈哈哈哈 后来我想 我以前一属中国人 好像从人种上 就比这个 欧洲的白人 好像要 人种要 白小一些 差小 我现在看不对 这个仅仅是两代人吃饱了肚子 最好 就不一样 这个中国人种 也会成为 很伟岸啊 真的变 我们且不论中国 就讲朝鲜和韩国 战后的两种制度 两种物质生活 韩国人的身高 马大 体格 女性的那种秀美 不管她有没有整形 不管 知道胸脯又比以前 到朝鲜那 像风舞飞腾 没有 那边没有 都是香槟杯 这个就是物质生活的原因 社会制度导致了 人种骨骼的变化 人种的变化 对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局度来说 你应该承认 中国股材很好 是 它快速地实现 中国人的 确实是百年 乱顿的 旧王屠城之道 确实 这个 今天中国的 高速公路 高铁 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 基础和事件事 那是 世界 没得说了 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么一个现实 这么就是我们小时候 哎呀我们在中国要现代化 现代化 对 那时候想现代化 多久就是讲这些 那时候讲现代化 那时候讲现代化更简单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够了 或者更准备出来 就是这个 衣食重情的现代化 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还有官员产生大量贪官污吏的现代化 和包饿奶的现代化 哈哈哈哈 你说这一点 确实来讲 你不可否认 这中国共产党 它这个契机它是做的 对 这个应该承认呢 这确实是百年的 你承认不承认 它都是百年的主流民 主流追求 对 对 对 从这一点来说 那个中共担当 它可能是契合了 中国这么一个 传统的古老的 包括这个 包括了这个 由秦建制来的这个文明 这文明不能脱离这个文明 它是组织方式 对组织方式 这组织方式就是什么制 我们说就是前提制 前提制是些独一无二 它和其他不一样 郡县制 景田制 很多在现代都有自己的参照模式 对 你包括文官主 对 他也是秦始法建立的 这一点我最近警察 我稍微插开一点 警察说 现在老是强调港人制 我现在说港人制 港人制 港这话题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我还专门要请教你 那所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 中国人秦制的 农业文明 现代秦制 秦制农业文明的这么一个种族 他要不能为消失的其他极大 农业文明 还能够 你不管说他现在 让你接受不接受以后 十四亿人论 表面上还这么强大 这一点来讲 这一点来讲 他使这个 我们的旧王屠城保总 不是些保总 这个总 包含是文化形态 对对对 他确实是旧王屠城保总 这点我说 这个 我从这个角度 我也理解了我们的旧王屠城保总 为什么好心啊 我说我旧王屠城保总 我父亲打来讲 是因为他的上一辈 被日文学习扎死了 他逃荒逃了去 参加新视频去 但是我爸 一个上海油脂公司的那一个 大老板的 千金 千金 天天是这个 做的叫做别克轿车上学的大小姐 你好团团的参加什么地下 搞什么革命 搞了这个结果 成了五十年代后期 就没有好日子过 但后来我毕竟 你为什么呢 就凡是 所谓叫做 有报复的情谊 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个 税率当中 大多数是会选择中共看到 因为它契合了这个 旧王屠城保总 这一种 再加上 批上了 自由 平等 公正 对外衣 这一种 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那可是对一切 有报复 有理想的 这些 七点的报复 对实在书 都是具有极大的耗杂 嗯 从这个角度来 可能我在那个 在你刚说我写的那个序言当中 我说了 中央党 它存在是和平的 它发展是和平的 嗯 当然来讲 我也表达了另一层的意思 嗯 当它走到官民失魂 就回到我前面说的 就是官民对于国民资约的 占领 国民财富的一时二时分配 严重是去平衡 并且是官 在成了一个不受制约的 相当中流一样的时候 你也是意味着 中国共产党改变一年了 实实 它的百年最伟大的使命 它做到 你做到还不变吗 明白 这也就是 2008年我那么一直呼吁 就当时我希望 当时的中共 什么 意识到 嗯 这个 不完全移民 就会有什么说 对 那么 如其被动的完全移民 不如主动的完全移民 我记得 2011年09年 也是有一个曾经参加过 莫甘山会的朋友 辗转的就介绍了一个叫 蒙哲天的文章 它的核心思想有八个字 党部为官 还政于运 跟你的还政于运 有不谋而止 党部为官不可能 党部体制如此之 坚定的运 我继续你的话题 对 那么也就是说 哎 你过了这座山 你在唱另外一个歌 对 对不对 走另外一条 嗯 现在台识不断地强调 要不忘初心 其实他没有这个意思 我在这 我当时最希望 是这个中国人 那本身 叫主动完整 政治体制的一个 嗯 因为当时呢 我听出来是 天使第一局很好的条件 嗯 当时 叫主 行事可用 你想中国百年 自觉缺辱 我说用自觉缺辱 啊 就一种缺辱心态啊 嗯 总是这个深深的 资格与中国人的 嗯 这个心目当中了 对 奥运会 扬威吐气了吧 中国人战事来了吧 这叫心事可用 民心可用 关心可用 对 而且呢 掠斗和透支 他所创造的社会财富 到了顶峰 对 所以呢 也叫做 增量可用 因为那时候呢 如果 用这种 还政渔民的 这 还权渔民的改革 他是一种在 一种增量的改革 就增加量啊 有增量的改革 就会是个改革 他就不会 阶级性的 整体性的 让某一个阶层 某一个阶级 那么 直接的利益受 绝对损失 嗯 这样的 增量改革呢 就会是 不会 信奉学 嗯 一到了 成量改革 那就是 信奉学 增量改革 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最好的时期 就好像八十年代 可能是两岸和平 统一 最好的时期 两边的政治制度 领导人的性格 互相的了解 但是 胡温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 温还可以啦 温想啦 胡这个骨子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他反动也会很反动 你的反动怎么解读 你比如说五不法 谁提出来 打稿了 现在什么 一说得到习近平 暴退 甚至暴退 死于 而且明确的提出来 学朝鲜 学古巴 明确的提出来 这个否定普世价值 就是胡温承担 学古巴 学朝鲜 他最典型的一个 不想动 就是不折腾 这三个字 你不折腾可以啊 你不能够否定 叫普世价值 出生小业主的人 到了点 权力巅峰 他跟出生共和国 原始股东的家庭的人 不一样 我这么说吧 今天的习近平主席 也没有公开说 他否定普世价值 他能够公开 否定普世价值 这个倒车开了 锦涛先生 如果你在的话 请你也反省一下 实际上今天 今天 中国的 陷入了这么一个困局 主要责任人 低责任人 就不准备了 江泽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江泽民慢点 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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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什么叫人呢 扬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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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俗的一面 但是也有 叫世俗的一面 他很世俗 胡锦涛太周人 离扬州很近 实际上 对我的 对阳光 对我的打压 严格上 不是谁的 你干的事 胡锦涛是谁的 有一点耿耿意怀 大概 我当然耿耿意怀 哈哈哈哈 好 对胡锦涛的个人的评价 我想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所以那时候在会上 会架上去 我看得 这就好像 很痛快 很痛快 报应 报应 哥们 这都是切乎之痛啊 对不对 可惜 为什么2008年 就只不无权 连毛泽东都 从来没有否定过普世价值 只不过 或者周遮掩掩 或者是认识不一样 对吧 你认为温家宝 有这样一种想法 温家宝还是蛮坚持 对 但是他毕竟不是 他不是主政官 对 对 你知道那时候 我看到那个 吴邦国 代表中共中央 宣布五不高 很有形象 那是里面安徽人 他为什么带五不高 那吴邦国特权到什么程度啊 吃个黄运造成飞机 但我没亲眼看到 我相信 吃个这个 周山群岛大黄鱼 对吧 用转机从他们运到北京 这类似应该不少 不止这个方法 对吧 所以呢 他们才会那么 臭裸裸裸的反动 你这么一说就是说 中国目前 最不愿意改革 最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 有一个集团 或有一股势力 这些人可能盘踞的 就是一个官僚庭职 这我就为什么 你看我也是话说的 还叫不爱听者 我为什么我一直说 习近平这个历史功劳 我非常觉得 是 爱听不爱听 我艳文齐响 你知道 当我在08、09年 我是上船下船 人们只看到 我在电视镜头面前 呼吁完整鱼鱼的政治改革 人们看不到的呢 包括我都窜了中那海里面有水 去游说他们 进行完整 为了自己 哪怕为了你共产党的 再来个百年执政 你这样的地 为了你们执政后代 请你们进行完全的政治视频 否则你搞不下去 但是 后来中南海里面的 也是当时一个 也蛮重要的角色的 有一次送我出来 在中南海食堂里面 混了一顿饭吃 特群餐厅 全是女士 然后 送我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一句 哎呀 真的 但是 改不动 他的改不动呢 我听得很明白 因为 拿了名单看看 再任 那些人 从政治局常委 到中央人 到各省市的书记市长 到各大国企的董事长 走进 到前任的 到前任的 也是这么一串 没有直接以权无力的经商的家人 执行家人 那样的家庭是少许的 那样的家庭是少许的 哪一家没有这么做 基本上家家都做 这可以家家都点错了 从常委开始 那些人 他们才是 这个极权体制的 最大的受益者 OK 他们是这个极权专制体制的 最大的用户者 和顽固的坚持者 当然 他也走到了 在2008年纪念 我说 可能官场民间 都在流传一句话 叫做 不反腐 亡党 亡国 反腐 亡党 亡党亡罗这几个字 在江泽民后期的胡锦涛任内 频繁建筑与中央文件 当时记得人们说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官员拿出来 排队 怎么说叫做什么 隔一枪 隔一个打一个 不过有言讲错 不过一定是有漏网之语 这其实老百姓很清楚 那么到了这个程度 那么你说 主爱这个中国社会 主爱中国共产党 完全渔民 那么 完成百年共和之末 是什么人呢 不是毛派 不是什么 不是后来所谓所谓 毛派基础 没有毛派 就是这些权规 就是已经形成至上而下 跟权力寻足 跟既得力紧紧捆绑的 既得利益基盘 而且呢还都是一方 越是地位高的 权力大的 越是和国际资本勾起来一块 你就是叔叔 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行基金 哪一个里面没有这个常委政治用源 将人 好 这个阶层 这个庞大的全会 到跟风造极的 垄断中国社会的集团 你不去摧毁它 中国社会 看什么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一定会 这个华夏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纳北形象 东南亚形象 就是永远摆不脱 一种极其腐败的一个制度当中 可能它会有一种表面上的民主 表面上的共和 但是呢 那就它也是一个腐败的 在这个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 温家堡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 人类古今中华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极其庞大的 垄断一切权力的和利益的一个权贵 这个官僚权贵 垄断资本的利益集团 垄断资本 垄断权力了 这个啊 是很难打破的 这个不打破 它的前面就是所谓的 中等陷阱 中等发达陷阱 中等发达陷阱就是因为制度的 社会体制的高度的腐败化 高度的家族化 最后会走向这一步 高度的这个官商腐败化 我们在东南亚县开的多了 对对对 那也走不下去 那可能比今天还惨 咱们光看到今天不好 但如果那条路下去呢 会比今天还要糟糕 那么这一点呢 这个现在的习近平主席到真实 是 你说他是红二代的那种 混不灵就这么干了 或者他头脑里当中的一种历史使命感 或者他那种所谓共产党人的初心 那确实和初心不是这样子 对 那从初心来讲 也要把这个腐败的权贵利益集团干掉 但是没有习近平这个人呢 这个利益集团是干不掉的 因为他们把持了一切权力嘛 那从上而下没有不把持的嘛 而他们的把持不管是个官啊 官和伤是在一块的啦 他们是也官也伤 家人这个为官 那个为商 股权又是隐形的 它等于是国家股权 它又是这个公司 那个公司的股权 而且他们还跟国际资本完全构计起来 你说你怎么打得破啊 所以我说这个垄断权贵 资本利益集团不把它给打破 中国社会什么变革都变形 OK 我们就此来评估一下 过去十多年习近平在摧毁 或者试图摧毁这个权贵利益 他做的 你给他一个总结吧 不是 你就看现在我看那个数据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确不准确 大概凡夫所涉及的人 基本上要上千万了吧 有的还没判 对不对 这个上千万 你说这些很多人该不该抓 我打开出来说大部分都该抓的了 对不对 没有他这么一个横下一条心 你不管他是为了自己的统治 还是这个叫做打击政敌 你不管做什么解读吧 结果他做到了 把这个中国社会向着共和 我先不说民主 向共和吧 讲真正的共和 向着共和去 这个变革的最大的 几乎是不可撼动的障碍 他给摧毁了 所以这个功劳 历史会到时候会记住的 OK 当然了这个呢 他也动摇了几乎所有有权 有势 有利阶层的既得利益 所以不得好 一定是做人都心里都恨他 所有的在过去 这个40年改革开放当中 这个制度性的 权力性的 或者说有为普世价值的 有为人甚而平等的 记得利益者 没有不被他伤害的 宿敌甚多 所以 历史上的商鞅 历史上的王安石 历史上的张居正 大概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境遇 但是他比商鞅他们做的过分多了 过分多了 但他也不得不过分 这个垄断官商资本主义的这个板块 已经是实在是 板几化了 而且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所以从这点来讲 为什么我 这个 我算是工程 而且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 OK 从这个来说 那么 当时 他不得不集权 不得不当所有的小组长 你说那些常委们 那些政治委员们 都贪腐 我不把所有权力抓了 我马上就给干掉 对不对 那么要 当所有的小组长 肯定形态要配合 但是现在在之前呢 又没有一个 一个准备晕杂的过程 来得太突然 所以几乎就没有意识形态 没有话语权的一个准备器 那时候整个人类社会呢 还停留在泛泛的表面化的 这种普世价值观当中 就不是历史性的普世价值 我称为叫做表面化的 泛泛的普世价值 所以没办法 意识形态没有准备 那么也必然会导致 回头找这些 找这些过去的六七五六十年代的 要哄上意识形态了 对吧 所以我对这个现象 我都觉得 我底级 好像应该在我的序言里 也把这个意思透露出来了 我不是今天才说 那时候还在打压我 你不仅打压我 打压我也得说客观的话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我说对于习近平这个 我就不多说了 多说了 不得好 也没什么不得好 失事求是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扮演的角色是 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 他的权力地位 或者是为了他自己 所信奉的理想主义的 那个追求 他过去的十年 对这个几乎已经板切化 至上而下的 党国资本主义权贵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 进行了一些打击 他应该说他基本铲除了 基本铲除了吗 基本铲除走向政政共和的 这个最大的障碍 这个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你认为基本铲除吗 我还有保留 应该说基本铲除 OK 好 基本铲除之后 那好了 他将把共产党带到哪一个方向 不过你要说起来 对他来讲 为什么我说有点悲剧 为什么呢 这个转弯很难转的了 我曾经在一种 以说奖金国故事为由头 我说想他是不是能够走奖金国 后来我发现了 走不了 走不了 这就像进化一样的 你选择了一条进化的之路 你想再回到原点 再走另外一条进化的路 这是困难了 当然你说这个能不能转弯 他这个转弯就需要不仅是极大的勇气 还需要有极大的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摩略 好了 极大的勇气我估计他还有一点 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略 从过去的表现上来看 不太不尽人意 或者说你对他的评价 这方面的评价 而且这个国际形势也不利 对 国际形势 这个整个的西方社会 也是一棍子打过来 你怎么说也不行 这个是一个蛮悲剧的时代 就是这个执政党和这个政权 这个人他的塔西托陷阱的效应 已经越来越明显 但是为什么我 我认同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这个稍微来讲 不适合我一谈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共产党现象 但是还要来谈一下 中国共产党人 对 为什么要区隔开来 你给我们展开一下 就中国共产党来 他确实不管他有各种各样的非议 但是中国旧望图层保守 他这一点呢 确实中国共产党 就统治社会做到了 对吧 我这么说 那么我说中国共产党人 那就未来中国社会的变革 如果在变革当中 放回所有的一个个的人 如果把人的数量 一个个的人 我相信呢 等到这个未来社会 走向真正共和之路走通了 初步完成了 那么回过头来清点一下 这些有功之成吧 或者说不得不用的社会阶层的人 可能呢 还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题 我的理解 过去的几十年 中国的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下的 几乎所有社会各阶层的精英 都汇聚在中国共产党这个队友里头 他的不可取代性的人 人所指的是这一点 我这么说吧 就头脑里面有江山社稷 天下姓王 国家大任 不管是百道重于小我 还是轻于小我 有这种思考意识的 说是 共产党人的比例 远远大于非共产党人的比例 同意 更别说 不管社会如何演变 社会都需要一个专业化的 管理阶层去管理 我从苏东解体 苏东聚变之后的 东欧一些国家的发展演变 基本盘 可能都是原来共产党精英所组成 因为 因为这个 这没办法历史形成的 因为这个建成 你可以把理解社会 就像中国传统社会 叫斯大夫建成 斯大夫 斯大夫 对吧 那些人 他就会想这些问题 他有这副专业知识 你不管他身上提什么标签 他们进党隐私也好 他们以权魔力也好 那是人性 这个话题 可能很多人没有处局和思考过 没有一个政党是永垂不朽的 没有一个政党是会永远执政的 任何一个 包括美国也一样 美国的社会 整个制度的可靠性 怕也在修正纠错 中国的政治制度 有很明显的 传统意义的封建时代的痕迹 就是现代秦制 到现在还是秦制 还是现代秦制 就是一党 一个主义 一个国家 一个领袖 大一统 而且是按照文官制令 文官制的军线制的 共产党在建政以后的 五级的政权结构 都比军线制要有发展 而且更严密 这里面可能也有一点参考了 苏联的这个体制 假定中国共产党 参考了苏联什么东西呢 这个农奴制 农奴制 实际上是农奴制加上秦制 就是发展的秦制 农奴制其实就是土地医护关系 人生医护关系 单位还有职业 还有人事档案伴随始终 这个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有一些突破 但是也不是完整的突破 我们现在把话题回到 这个政权结构 现在的固有固化 中国共产党 当习近平没有办法完成 他的使命就是摧毁 瓦解这个庞大的 板结化的既得利益集团 那么历史会反复 历史会反复 当习近平可以完成 他就这方面的局部性的 他的历史使命 虽然他是个悲剧英雄 但也许中国还有希望走向共和 或者真正义的共和 中国今后的怎么样走向 我们暂且不去勾勒 但是我们着重讨论一下 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来中国的智力 扮演的角色 还是社会主题 这点一定的了 不管从他们的 头脑里面有天下意识 有国家意识 你要知道 我没看个思想聊天 你说我们接触的人很扎 实际上我并不是对很多人喜欢 虽然我愿意接触的扎一点 扎一点我多了解 但你要说起来 包括很多商界的 包括发达很大财的 我这么说吧 连民国商人都不如 连民国的商人都不如 因为客观上你可以说 他们可能正好处在一个 中国当六四以后 就是一个 让你人发财就好了 你别去想政治去了 所以那时候发财就好了 温商发大财 发财 然后享乐 就行了 给你这个空间 你别想政治 所以整个这个几十年 发展出来的商人基本上 恭喜恭喜 他们从回避政治到最后 已经缺少政治思维 政治意识 还以呢 以这些不思考政治为由 把思考政治当作傻瓜 有传制不是有库说过一句话吗 但是政治会找他 是的 政治最后会找 为什么呢 政治最后决定于分配 决定于你的权利 你的财产能不能 能不能受到保护 这是政治 这不是经济 中国共产党还会不会有永续之政 这可能是个话题 中国共产党一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中国还会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的治理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 能不能从现有的九千万接近一的中国共产党能中间产生 主要吧 主要 主要产生 主要的官吏 主要的官吏 官吏和政治人物吧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再展开一下 因为他们有这个思考 有这个专业 有这个意识 基本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培养和成长的政治精英和专业精英 都是在这个政党的队伍里头 因此不必要去担忧未来中国的政治治理缺乏人才 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吏人才 资源我认为是全球最丰富 OK 因为为什么呢 它是党政军民学政治经济文化 无所不管 这个它在主当 它在一个有利社会的时候 它起了一个社会的叫举国体制的动员力 那么党国体制会改变吗 党国体制会改变吗 我觉得会以一种这个联审自治的方式改变 而不会是一种整体的大一统的改变 我觉得是这样的 OK好 关于文官制度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 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治理 甚至包括关于香港的政治治理 我们留待下一个话题 一个一个展开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陈平先生从近代史以来 描述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成长 而之前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这一辈人的成长 也对他们做了一个大致的历史评价 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和实践 西线东线的实践出现了两个恶果 西线价值混乱 东线暴力血腥 那么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空窗期 那就是1979年之后的告别极左路线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40年有一个恶果出现 就是至上而下庞大的权力寻租 党国资本主义党国权贵主义 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板杰化的利益集团 在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出现 在一个匆忙上阵没有理论准备 没有话语表述 政治设计下 他选择的一个最大的就是大权独乱 第二个就是很惩贪腐 很惩贪腐 也许出自于他原始朴素的理想主义的情怀 初心 初心 他的不忘初心 但他有意无意的 他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 阻碍中国继续走向真正共和最主要的障碍 这个障碍不是来自党外 不是来自社会所谓的资产阶自由化 是来自党内这一个 当年毛泽东试图打破的 那个利益集团 走资本主义 倒入了当权派 不是派 经过了几十年 是当权派激起他的利益集团 对 习近平为此树敌更甚多 几乎得罪了任何一个界别的 既得利益 然后 陈平把他定位为可能会是一个悲剧的英雄 对这个悲剧的英雄 我们能不能也像过去一样做一点简单的归纳 悲剧英雄多数都是 第一他触碰了应该去触碰的既得利益 既得利益成 而这个既得利益成成了社会的主导地位的 你肯定成了悲剧了 对吧 而且呢 他触碰了相当量的 相当数量的既得利益成 就没人说当好 但是呢 这又和他的初心的目标 又不一定一致 他初心呢 是有朦胧的乌托邦式的一种 江山社地永固的 江山社地永固的 保住这个党天下的 叫红色初心 对不对 他不知道那个红色初心到底什么东西 那一个美好的图画是天国的美图画 天国的图画永远是挂在墙上去 教证社会的过度自私和过度学行的一面静止 这句话有点宗教语言 对 继续 对不对 而不能把它变成政教合一 问题是现在已经是政教合一了 对 所以这样子呢 在做了历史需要做的一个好事 但这个好事呢 又是一个触碰了一个过去主流的既得利益的好事 那么你不必去到哪儿去 除非把那个初心正正化为中国人的一百多人来的 走向共和之心 他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 难说 难说 好了 那假定他是有这样的 这个呢 也是 也是 我认为他 应该说 他还不是一个僵化的原教主义者 但是呢 连颇老矣啊 还可以 现在政治生命大大延长了 OK OK 你给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和修宪 你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民间社会的多数人不一定能接社会认同 不就像 但是呢 假经过最后那个决策谁都想不到 他身边的人都没想到 这是一个很有趣和很艰难的话题 百年俱变 对话成平 我们选择的第一个比较艰难的话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我们还会 所以比如说在习近平身上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从历史的 这两者的身份都存在 OK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作为一个概念和原则框架的区分 对于现代中国的前瞻中国的未来 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思考 我们期待我们下几个话题 还会来做更深入的讨论 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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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